因为计划经济天生的死穴 就是刚才我那个打过一个比方 比如说你想吃花卷 我想吃馒头 从文明史角度来看呢 比如说我们用莫里斯 因为莫里斯的观点 比如说就是能量的利用的效率 或者是用技术的眼镜来看 人类呢 三大文明 就是一万年前呢 一万一千年前 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发展 实际上是自由市场经济 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呢 就是中国融入了 以欧美为主流的 这样的现代贸易体系 西方转移了技术和资本给中国 才有这四十年的大的发展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咱就不讲别的 讲工业化吧 讲工业化 你看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开始学西方 船间泡利不改制度 不改 只学器物 不改制度 中体西用 日本呢 基本上是接近全盘都学 然后三十多年以后 1894年 95年 那个甲午海战 一次相当一次大考 然后中国输得很惨 赔款 白银两亿多两 然后清朝倒台 然后民国开始 然后韩战期间 朝鲜战争期间呢 因为中国等于是 咱们谈社会主义 不是谈共产党 谈中国的这个情况 中国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也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 他讲了哈耶克 他的这本 《通往农业之路》呢 是研究的 当时德国纳粹的 但是中国这四十年的崛起 很明显 我问过我妈妈 她是 后来到七十年代末 然后我们跟美国建交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建了大量的 化肥厂和化线厂 不要相信那个有机农业 什么农家肥那种 哈耶克的观点呢 就是前面讲过了 是一个演化论的观点 而不是一个设计论的观点 你设计一个美好的天堂 或者设计一个乌托邦 这个很可能会搞成 然后呢 就是他是特别讲究自由的 然后他讲整个的 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 第一要有产生保护 第二要有这个法治 然后呢 澳派他的理论的基础 是基于对人性的一个假设 米塞斯呢 在人的行为里面 实际上他是谈人性的 所以后来我去年到今年 一直在读那个叫进化心理学 就是演化心理学 就是人性是怎么样演化的 然后真实的人性是什么样子的 哈耶克呢 对中国肯定是不了解的 但是他对美国呀 对英国还有俄国 还有纳斯德国的这个 整个的经济政治形态 他是非常了解的 美国这样的国家呢 他是资本家建立的一个国家 有产者 他的这个联邦党人文集啊 你看那些制定这个美国宪法 那些人都是有产阶级 然后呢 他的制度是邦联嘛 就说什么事我们都自制 美国的那些社区也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凑钱 然后呢 一起 那么他观察 通过观察和对比 然后他在40年代做出的预测 就是苏联这样的 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呢 对人性是有压抑的 经济会失败 所以最后呢 苏联确实是在 91年就破产了嘛 解体了 因为他的基本假设 是人性是自私的 那就像咱们在60年代 搞人民公社搞大国贩 大家都给自己干 干自流地的时候 使劲干 然后一起生产队 干集体活的时候就少干 为什么呢 那马克思的那一套 就说你生产资料 所有制 你给谁干活 给自己干 我就使劲干 给别人干 我就偷懒耍华 然后给公家干 还有呢 他说你跟计划经济 和国家全民 所谓的全民控制 这个生产资料 所有 那等于是所有人 都要从政府那里拿钱 那么你必须在思想上 意识上 甚至于语言上 要配合政府 否则的话 我就可以剥夺你吃饭的权利 你丧失了经济权 丧失了谋生权 你还谈什么自由呢 所以他说 你这个必然 你会导致 这是一条奴役之路 其实文明学里边 这一点讲的不突出 但是我也讲过 比如说我讲了一个 大民主概念 就是说一个社会当中 它是它在发展过程中间 是有自然而然的 修正的力量的 就是人民选择什么 事实上 就是说 是人民的大众的意志 决定了一个国家怎么走 我们以前往往觉得是 这个英雄论 那实际上在英雄论 和人民决定之间 那我可能更偏向于人民 所以每一种理论体系 它有自己 很多的限制条件 或者是背景 比如说哈耶克 其实它确实是 基于纳粹和 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 去思考问题的 所以我们今天 等于已经过去了 七十年左右 在来思考哈耶克的 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经常觉得 跟中国很错位 就找不到感觉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要令起炉灶的原因所在 就是给予中国的 现实条件 而不是在西方的条件之下 其实从文明比较 文化比较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西方跟中国 绝对是两个平行宇宙 但是之前我们 就是过于忽略这种差异性 就是西方社会和 东方社会的这种 各个方面巨大的这种差异性 考虑太少 所以都有那种 自觉不自觉的 想直接套 套到中国社会来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所以那我想 那我想写这个文明学的时候 其实是有这样一种意念的 就是非常中国话 就是纯粹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 当然也从世界来看中国 并且很粗暴地撇开了西方 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交锋过程中 或者交流过程中 我认为跟自己 有差异的那些东西呢 所有的人可能都会碰到过 轻的说是差异 严重的说就是反驳 否定 那些东西给你的第一感觉呢 可能是不舒服 乃至是愤怒 懊恼 但是再回头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这些差异 其实是极其宝贵的 谢谢你啊 我以前看对于你上边讲的 这个大锅饭啊 控制自由啊 这一部分 我觉得已经没有讨论的价值了 在今天 因为它已经 但是呢 我的解释呢 跟哈耶克的解释逻辑也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是贫穷本身 才能控制人 不仅仅是计划经济 不仅仅是我跟哈耶克的这种 恩多的这个解释点 不一样 那实际上 我跟一般 右派 或者右边 在解释文明发展 和解释政治方面 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有关社会主义 这个title 比如说我在 我的书里边 我最近就想把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加上双引号 因为在英语里边 起码在英语里边 其实在汉语里边 恐怕也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加上引号就是so called 对吧 但是那样呢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反社会主义 反什么呢 他是真在反社会主义 所以那我就不能so called 对吧 那么假如今天中国已经不叫社会主义的话 它叫什么呢 是不是有些人就把中国现在叫国家资本主义呢 那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也是允许的呢 是不是就不邪恶了呢 或者说更邪恶了 因为可以跟纳粹等同了 对吧 就跟纳粹一样了 那北欧也是社会主义 所以呢 怎么办呢 那西方现在反中国 主要反的点是什么呢 或者说现在这个右边 在谈中国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已经换了词 不用民主这个atom 而用这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宪政 而这个宪政 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中国也是有宪法的 那么宪政 中国也是有法律的 所以假如我抠字眼的话 那现在的这个宪政 这个运动 我不知道它的 新 它的创新点在哪 我get不到 中国的宪政 咱就不讨论了吧 伪宪政 我得为咱们中国讲点话 否则 我们今天这个聊天 得把我们群给疯了 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 这个右边 跟这个美国 在意识形态上的 高度的这种统一 有时候有些怀疑 当然 这里边 这个情况很复杂 但是 我觉得从理论上而言 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 也算第二大强国吧 各方面来看 英国呢 其实在1900年的时候 它的GDP已经不如美国了 美国就应该接班了 美国不接班 我们可以研究相对短理 看看英美是怎么样过渡的 但是因为美国不接班 英国按不住 英国呢 又用了一个大陆均衡的一个政策 就是配置反对派 不让有一家独大 在欧洲大陆是这样搞 所以导致了这个一战二战 我觉得怎么样和平接班 慢慢的变成老大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可能会有帮助 当然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民主选举 这几年的选举也很肮脏 他们 第一是选举上有很多的作弊的手法 还有包括在宣传上 金钱政治嘛 你控制了媒体 就控制了舆论 也就控制了选票 也有很骚脏的地方 另外呢 如果说你损害了 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利益呢 我可以买枪手暗杀你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 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办法 但总的来看 他是一个以自治为主的 然后权力是高度分散的 所以呢 不容易造成 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不像当年文革那样 全国一盘棋 一下搞一下 那搞死很多人 很惨 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的讨论 很有收获 也觉得很有意义 总体而言 我是觉得 我听苏珊老师讲的每一段话 他谈到的每一个点 或者每一个面 我都基本同意 应该说他的很多的观点 和我自己的思考 我自己的看法 都有非常多的相同的地方 或者叫共振的地方 这一次我为什么特别欣赏 或者推荐文明学的原因 谢老师听下来 他是一个读书非常多 也非常专的一个 学者型的这样一个人 就思考的东西也很多 但总体而言 感觉他还是受 西方的这套说法 所以多多少少 还是有制度决定论的因素在里面 包括他其中提到 说中国的宪法改来改去 这怎么叫宪政 美国的宪法实际上 也在改的宪展 宪法修正案 就是在改宪法 实际上 还有从谢老师谈到的一点 就是说 可能美国是如何跟英国打交道 然后自然而然的来 接到世界老大的位置 他可能觉得 中国目前的角度来说 好像没有 就是好像对老大了 就是说处理关系不好 如果也许处理好了 能够免遭美国老大的打击 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 或者说五年前十年前 我也这样想的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想了 最近的一两年 我比较认真的去研究 或者看了英美两个国家 这一百多年两百多年来的历史 非常的有意思 特别是在19世纪的时候 当美国GDP占到英国的大概 百分之六七十 也就是相当于中国 今天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可以说英国对美国 使用的这个打压的手段 几乎跟今天美国 打压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 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说辞都用了 比如说英国当时也是说 美国不尊重知识产钱 偷袭知识产钱 这个高低价倾销 不尊重人钱 就是奴隶制了 等等 用所有的这些方法来对美国进行 各种打压 这个围堵 限制他的这个商品的销售 那么更过分的是 如果认真的去看 美国的南北战争的这个爆发 英国在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 三风点火的作用 他本来甚至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以这个人钱为借口 说美国没有这个 这个是因为奴隶制 那么限制他的很多的这个商品出口 当北方废除奴隶制 那么这个南方是奴隶制的时候 你觉得很 南方是奴隶制的 那么按理说南方和英国的这个价值观 是应该相差更大的 但实际上 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 英国却去极力的支持南方 南方一开始不肯打仗 不敢打仗了 就是因为精力还是不及这个北方 英国甚至同意 受金火给他造金箭 支持他 最后南方才向北方开仗 所以 说穿了什么制度不一样 甚至于人种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这些多多少少都是借口 最关键的还是利益 就是因为当时 英国觉得美国的快速攫取 会影响到了他的统治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 要打压美国 就如同今天 美国要打压中国一样 跟中国的制度 其他东西都没有太大 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往往人啊 就是习惯性的吧 就是会两极化 就是非白即黑 好像要么就是民主自由 另外一面就是这个装置极钱 实际上这个世界 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是极端的 都是在两个极端当中的 某一个光谱上 换句话说 所以说呢 大概就是所谓左和右 就是你对另外一个右的人来说 你就是左 但对一个比你更左的人来说 你就是右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看这个哈雅克 他实际上那个时代 就是他成名 或者他的成名座的那个时代吧 就是什么走向奴役之路 出版的那个阶段 那正好是资本主义 碰到了大的问题 这个这个十九世纪的一些 野蛮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个经济危机啊 然后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啊 然后 然后那个年代啊 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 出现很大的问题以后呢 正好 为了纠正那个 比较极端的那些资本主义 那世界上出现了 这个像纳粹德国 或者苏联 这样的就是 国家刚毅主义 极权啊 等等的这些 这个这个出来 而且他那段时间 他们更有这个发展更快 更有强势 这个换句话说 更有影响力了 这个发展方向 所以哈雅克那个时候呢 是到后来 在这个时候 又开始来纠正啊 这个纳粹德国 或者说是苏联的这种 极权主义 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发展 那么指出了这个 极端的发展 会造成的这个 最后的结果 那他的预测 最后证明是对的了 那问题是 把哈雅克那个时候 针对那个世界时候 整段的那些东西 拿来套到今天世界 套到今天的中国 就完全错掉了 今天的世界 正好是相反了 又从因为苏联的垮台 纳粹德国的垮台 使得所谓的这个 极权国家主义 走向了这个 衰弱吧 就是衰弱到一个 一个一个极端 那么资本主义 重新恢复起来 自由主义了 特别是在美国 的这个引领下 又民主自由啊等等 这块呢 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说 只有我的这一套 才是正确的 其他的都是错误的 然后就甚至于 把这个东西呢 又变成了一种宗教 就是说 苏商老子说的 这个民主教 所以当今的世界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说又重新扭转一点 用另外的一种 国家 这个这个多干预一些 的这种发展模式 但应该讲 今天中国和苏联 和纳税德国 都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已经吸取了 太多的这个 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好 自由经济也好 甚至于说 民主自由的这块 中国已经 也吸取了很多 所以呢 才会有了最近 30 40年的 这个快速的 这个发展 那么 我们一直讲说 这个如果用 结果导向来评价的话 中国的这34年 这么快速的发展 就说明 它是适配的 这个制度是适配的 这个就是 我对中国总体的 这是我对中国总体的评价 过去的这个 30 40年 是非常的 这个快速的发展 所以它是适配 也是很成功的 如果甚至于我对比 今天这个欧洲 我在英国也待过一段时间 在加拿大也待过一段时间 在美国也很熟悉 他们目前的情况来说 真的是效力 要比中国要慢得多得多 所以如果按照现在 这样的一个趋势 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是 美国会失去 它的这个老大的地位 这是为什么 它非常着急的原因 所以我同意苏商老师前面讲 美国今天之所以 集中火力要打压中国 所谓的制度 民主 什么集权 这些都是借口 最关键的还是 中国发展的太快了 英国却在 英国为了保住 这个世界老大的位置 刚刚前面说了 这个挑拨美国 发动了这个内战 那么内战一打以后 实际上美国 或者叫做就慢下来了 要花了差不多二三十年 才慢慢的恢复起来 那这段时间 实际上英国 作为世界老大 它的威胁呢 主要就到欧洲去了 那么当中就是 撒谎谋口了 那段时间 沙俄发展的非常快 所以你会看到 很奇怪 当沙俄和这个奥斯曼帝国 为了科罗米亚 打仗的时候 本来沙俄是以为 同为基督教国家的 这个英国法国 会帮他来打这个 莫斯林的奥斯曼帝国的 但是英国却 战到了奥斯曼帝国 阻止杀俄的这个截取 后面当然到了19世纪末 那矛盾就集中到那个 德国了 德国统一以后 德国也是发展的非常快 就变成了 有可能挑战 这个英国世界老大的地位 所以英国就集中精力 又去打德国了 所以你会从这些历史的 这个发展来看 今天美国老大 要打压中国老二 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作为中国来说 就是要学会怎么能够 不要过早 或者尽可能的避免掉 这个老大对自己的打压 这确实需要非常高的 这个智慧和这个 外交手段了 我觉得英美啊 往这个国际大战略的水平 确实是非常高的 另外他在这个 宣传洗脑方面的水平 可以说在世界上更是 其他国家没法和他比的 他的布局也非常的考虑的长眼 以前我一直觉得 美国好正义 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等等 如果现在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还是利益考量 因为当时日本比较强大 包括了今天的整个朝鲜半岛 台湾等等 那么在亚洲是老大 而且有可能是可以挑战到世界的这个 强国的地位的 所以当时美国当然就会支持这个弱国 中国来跟强国日本打来削弱日本 当日本打败了以后 他的这个安排包括你看朝鲜 把它分成两部分 然后支持这个这个日本 那个重新慢慢的成长起来 因为后面等日本被打败以后 他的威胁就不存在了 那他已经看到从长期的威胁来说 有可能就变成中国了 当然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主要是苏联了 所以后面他就变成了支持这个日本 那么在朝鲜半岛等等 所有的这些呢 却又为的就是防阻这个中国的强大 防阻甩 假设 那 complaint 清 하니까 假设 你